现帝东迁是汉末乱世中的一道分水岭 随着天子回归 关东关中各自为战的局面被结束 取而代之的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 以政治高位遥控中原群雄 当然这也意味着西梁军阀彻底失去了对朝廷的控制 接替董卓的西梁军阀无疑是以李爵为首的西梁诸将 此后不少关东军阀都选择与之和解 接受了长安朝廷的任命 可见在李爵郭四手中汉县帝也是相当重要的一张王牌 可是汉县帝既然这么重要 西梁诸将为何会坐视汉县帝逃回洛阳呢 这一切都能归结于两个字内斗 自丁元董卓入京 并州军阀与西梁军阀的争斗便从未停止过 哪怕吕布携并州武将集团导向董卓 并梁双方也是敬畏分明互有竞争 董卓虽倚重吕布却经常公开羞辱他 据《太平玉兰》引著点掠记载 董卓虽亲爱吕布 然实罪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厚之 上行下效 董卓尚且如此 其他西梁武将更不把董卓放在眼里 据后汉书《动卓列传》注引九州春秋记载 卓虞东郡太守胡诊为大都 吕布韦齐独 臣姓吉 欲宣言 今此行也 要当斩意清授 乃整齐耳 不等恶之 宣言向景云贼制 军众大乱奔走 此时意见于三国志孙奸传注引英雄记 彼时吕布为中郎将是比二千弹的官 有隐隐清授的待遇 可见胡诊口中的清授当指吕布 虽说胡诊未必要言出弊刑 但也能看出吕布的确备受西梁军阀的排挤 而这也是王允要拉吕布入伙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安之乱始于此时 王允吕布和朱董卓 李爵郭四 樊丑等西梁朱将又反攻长安 朱杀王允 驱逐吕布 为了泄愤 并州人其在军中男女数百人结朱杀之 但吕布也是有继承人的 他的继承人就是杨凤 杨凤虽然是河东人 却是白波军取帅 许之白波谷位于并州西河郡 其核心骨干皆为并州人 尽管李爵杀过一些并州人 但杨凤拥有的强大军事实力 仍让他不计前嫌 接受了白波军 话虽如此 李爵却无法如董卓这般掌握整个西梁军团 这又是为什么呢 之前谈到边地武将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苟立 妄议 以立为先 除此之外 司马迁对匈奴的另一个形容 壮者食肥美 老者饮食其余 贵壮贱 贱老弱 也同样能概括汉末边地武将的生存法则 不敬天则 强者为尊 据《后汉书西枪传》记载 至于汉兴 匈奴莫独兵强 破东湖走越势 威震百满 臣服朱枪 秦汉交替之际 莫独蝉于崛起 草原各部纷纷归附 于是匈奴大胜 汉高帝刘邦亲征而不能克然 矛盾禅于之后 匈奴却有分裂之势 后为汉武帝所重创 西梁军的情况亦是此类 董卓乃六郡梁家子出身 颇有手段 西梁诸将尊奉强者 自然愿为其驱使 反观李爵 虽然兵威最胜 实力最强 却无法盖压其他军阀 最为重要的是 李国之乱的初期 为三角政治格局 据《资质通鉴汉记52》记载 9月以李爵为车记将军 领司李校尉贾杰 郭四为后将军 藩筹为右将军 张继为标记将军 接封侯 爵四筹管朝政 即出屯鸿农 李爵 郭四藩筹是反攻长安的主力 在把持朝政后 三人皆得开府之权 与三公合成六府 共同主持朝政大事 三人之中 藩筹是董卓的直系部将 而李爵 郭四则是董卓女婿 牛府手下的校尉 在董卓牛府死后 西梁猪将选择 暂时联合在一起 把持朝政 但因为手中都有兵权 且实力差距不是特别大 导致他们之间 既有联合又有斗争 好巧不巧 马腾寒碎这两个边外人员 也来到了长安城外 虽说李爵以天子名义 加封马腾为正熙将军 寒碎为正熙将军 但凡仇与寒碎的密切往来 又让李爵生出了危机感 据后汉书董卓列传记载 李告绝曰 凡寒 骗马笑语 不知其词 而意爱甚密 于是 爵仇 始相猜忌 凡仇寒碎为同乡 彼此亲善 这一幕被李爵的侄子李立看到眼中 得知此事后 李爵亦不能安 便找机会在宴会上杀掉了凡仇 三角形缺了一脚 自然会引起失衡 而这便是汉县帝能顺利返回洛阳的主要原因之一 凡仇死后 权力的天平朝向李爵倾斜 倘若不加以制止 实力大增的李爵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动作 于是一直保持坚默的汉氏朝臣 终于开始发力 他们首先联系到的是屯兵在眉县的马腾 据后汉书董卓列传记载 石腾私有求与绝 不惑而怒 遂与世中马语 右中狼将刘范 前梁州刺史总少 中狼将杜炳 和兵公爵 寒遂曾攻杀马腾的妻儿 可后者仍能与他称兄道弟 可见马腾并非是个感情用事之人 也必然不会因为私事 便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其实从名单中就能看出 马腾未必受到了朝廷的暗中受益 故而才联合几位朝臣一同进攻李爵 不仅如此 马腾还得到了寒遂刘烟的帮助 寒遂与马超共同进退 他加入此战不难理解 可是我在一周当土皇帝的刘烟 为何也要参与此战呢 原来刘烟的长子刘范 四子刘弹 此时阶神在长安 是这次兵变的主要参与者 可惜刘烟虽令孙护 领兵前来支援 却未能击败李爵 反倒是刘烟二子 在事发以后接下遇死 这么一来 温人庸弱的刘彰 才有机会接管逆州 此为后话 言归正传 朝臣一击不成 又故技重施 暗中策反了白伯军 取帅杨凤 与之谋诸李爵 尽管这次行动 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但杨凤却来到了 郭寺的阵营中 又据三国志贾许传 映著现帝记记载 徐乃密乎枪湖大帅 尹识之 徐以封绝重宝 于是接掩去 绝由此衰弱 可见杨凤与枪湖兵的出走 让李爵与郭寺 又回归到了同一个水平 是以 这才会出现 一人治天子 一人治百官的荒诞场面 好在正是因为这种 势均力敌的对峙 汉县帝才找到机会 踏上东归之路 可他没想到 纵然在归途中 也仍有诸将争权的现象 不同的是 执掌朝政的主角 换成了以阳凤为首的白波君 那么白波君 又是如何替代西凉 成为朝廷的新任执法者呢 敬请听下回分解